大家好,我是朱莫莉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当季的蔬菜有很多 丝瓜就是其中的一种 炎热的夏天很多人都没有胃口 怎能少得了一道非常适合夏天喝的三鲜丝瓜汤呢 这样做出来的三鲜丝瓜汤营养又美味 最主要是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今天到菜市场买了新鲜的丝瓜 我们这边才卖一块五毛钱一斤 不知道你们那边卖多少钱呢 我这里花两块钱买了一根半 丝瓜我们要选这种又大又圆的 摸上去比较紧实的 这种丝瓜皮薄肉厚而且还非常的新鲜 水分也很充足 如果表皮比较粗糙 皱纹很多 那就证明这丝瓜就有点老了 用瓜皮器刮去外皮 丝瓜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夏天到了要多吃点丝瓜补充水分 刮干净之后去头去尾 中间给它对半切开 最后把它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没过丝瓜 再来几滴白醋和一勺食用盐 下手给它搅拌搅拌 使盐化开 加点白醋和食盐能防止丝瓜氧化变黑 抓拌均匀之后先放一旁让它浸泡着備用 下面再准备一个洗干净的西红柿对半切开 再切去硬心 最后改刀切成小块 西红柿不仅可以用来炒鸡蛋 凉拌或者是打汤来喝 它还可以当作水果来食用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洗干净的海鲜菇 切成小段 增加营养和鲜味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下面准备几根洗干净的香葱 葱白葱叶分开切 葱白切成葱花 葱叶也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分别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小股去皮的生姜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和葱白放在一起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两块钱的瘦肉 先把它切成片 家里有条件 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放牛肉 再改刀切成肉丝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往里面打入一个鸡蛋清 加点蛋清能使肉片吃起来更加的滑嫩 再加入一小勺胡椒粉去腥 和一小勺食盐增加底味 再下手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匀之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红薯淀粉 或者是玉米淀粉都可以 它能锁住肉片中的水分 再次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加入淀粉也能使肉片吃起来更加的鲜嫩 把淀粉抓拌至没有颗粒状 像我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把锅烧热烧至冒烟 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再打入一个正宗的公鸡蛋 下锅之后先不要着急的翻动它 开小火让它煎至定型 定型之后再给它晃动一下锅子 使它受热均匀 这样煎出来的荷包蛋一点都不粘锅 可以在锅中来去自由 一面煎至好之后再用铲子给它翻一面 煎至另一面定型 定型之后同样的给它晃动一下锅子 煎至两面定型 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开小火煎哦 要不然会煎焦了 煎至像我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 喜欢吃嫩一点的朋友可以不用煎这么老 我这里煎了两个鸡蛋的量 根据家里的人口来定 再把它切成小块方便食用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另起锅准备一些猪油 没有的话可以切点肥肉煎一下 猪油做的汤才有灵魂而且还更香 油热之后再把葱姜末倒进来给它翻炒一下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把西红柿倒进来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家人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炒出汁水以后再把海鲜菇倒进来给它翻炒一下 炒出海鲜菇的鲜味 炒好之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开水 加入开水才能使煮出来的汤更加的浓白 水开之后再加入腌制好的肉片 用筷子快速的给它划散使它受热均匀 防止粘连在一起 划散之后再把荷包蛋倒进来 用铲子给它推动均匀 开大火让它煮上两分钟左右 这样才能使汤煮制的更加的浓白好喝 时间到了之后再把控干水分的丝瓜也加进来 用铲子推动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这时同样的要开大火把汤煮开 这样做汤汁才会越煮越浓白 接着再给它简单的调个味 加入一勺食盐和一小勺胡椒粉 用铲子推动均匀使调料化开 这里其他的任何鸡精白糖生抽什么的都不用放 喝的就是丝瓜本身的甜味和海鲜菇的鲜味 这样的汤喝着才更加的有营养 调料下锅之后再把丝瓜煮至一分钟左右 把丝瓜煮熟煮透 把所有食材本身的香味充分的煮至融合在一起 出锅前我们再加入迷人的小葱花 再给它煮至十秒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喝又营养的丝瓜三鲜汤就这样做好了 光看这颜色就非常的好喝 出锅装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做的丝瓜汤清淡又不单调 里面有鸡蛋西红柿还有海鲜菇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喝起来有它本身的酸甜味 因为放了西红柿 酸酸甜甜的 汤汁也非常的鲜美 夏天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来上这么一碗 真的是太解馋了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就要牡蛎天天分享